一个瓶子装了二分之一的油 我常举这个例子来形容乐观和悲观的心态 乐观的人会说太好了 还剩半瓶油可以用 悲观的人会说好可惜 只剩半瓶油可以用了 一个悲观的人 看什么事都是黑色的 觉得别人什么都比自己好 别人长得比我漂亮 身材比我好 别人的老公比我家的优秀 别人的小孩比我家的聪明 悲观的人对自己没有自信 我没有那个本事 不是那块料没有那个命 悲观的人不知道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反而要竭尽所能的去羡慕别人 某某人住大房子开大车子 带名牌表拿名牌包 你这么喜欢跟别人比 比的还都是物质上的东西 你对自己的评价那么低 觉得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 永远只能做一个小配角 当不成主角 你这样子会不会活得很不开心 其实你可以很快乐 活得很有意义 只要你有正能量 不论你的社会背景 身份地位工作 不论你外在的条件 或是你有肢体上的缺陷 人与人之间会有贫富和高矮的差距 但是绝对没有贵贱之分 要知道在这个宇宙中找不到第二个你 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所以要好好珍惜自己 爱自己 有正能量的人 知道知足感恩 我老公虽然薪水不高 但是他很体贴 我小孩虽然没有考第一名 但是他很乖巧 我虽然长得不怎么妖娇美丽 但是我有一个全世界最灿烂的微笑 和一个讨人喜欢的个性 我周边充满了爱我和关怀我的人 所以我知道知足感恩 挑战自己 不要去跟别人比 更不要幻想去做别人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台法拉利 有正能量的人会 努力打拼 全力以赴 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不是去嫉妒别人 用刀子去割伤别人的法拉利 或者是赖在家里睡觉 什么事也不做 干脆从网路上 截取一台拉风的法拉利 然后把它贴在自己 Facebook的首页 当做自己的背景照 你这样子是在做白日梦 自欺欺人 有正能量的人 相信今天的努力 可以让自己的明天更好 相信今天的员工 可以成为明天的老板 今天的房客 可以成为明天的房东 只要你相信自己 有一个乐观进去的正能量 你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奇迹 être positif 因为您是一个人的一家人 亲爱的伯伯伯伦 我是陈志诚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